今天我們要來把電腦教大家怎麼CPU值最高的升級 我原本的主機板是這一塊 V450的晶片AMD的 我看手冊還有網站的BIOS 我最CPU升級最高能升到AM4 是5000系列 我鎖定是本來是這一顆 這一顆R5450 這一顆但它沒有現貨叫我要等 我退而其次 改買這一顆 以我的主機板這一顆是最新製程 但MIOS要更新 我買這一顆 因為我預算有考量 就買PCI4 4900這一顆 那要是大家不知道你的主機板 能升級 哪一顆 最簡單的拿你的手冊 去問電源 它 有些很專業會為你解說 那我自己有先去查 我這個主機板 我這個主機板 能裝這一顆 但MIOS要更新到最新就可以裝了 好 我們現在來 把電腦拆解 更換CPU 那我的BIOS 是技嘉 V450 啊 Pro Wi-Fi的 你看 它說最新的 要插最新的CPU 應該是這裡的 要插 5000G以上的 要更新到F61 我是直接更新到F63 所以我能插到 就買R7的 5800的CPU 所以 要買你可以插的CPU 你先要看你的主機板有沒有支援 有支援再來買 不然你到時候也是要更換主機板 好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電腦齁 拆解齁 就 面板旁邊有四顆螺絲 直接拔掉 護蓋就能拿下來了 開一下電燈好了 開一下電燈好了 CPU的風扇 好像一樣耶 對耶 長得一樣耶 我以為不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先脫離電源 電源在這裡 記得怎麼拆 就是要怎麼安裝回去 看樣子 它的螺絲是在這裡 你看這裡有一個螺絲 要怎麼拆除就是 你逆時鐘 一直放鬆 它鎖在主機板就可以拿下來 它總共前後左右四顆 它總共前後左右四顆 還有這一顆 放鬆 就可以拿下來 就可以拿下來 就這樣 你看四顆都拿下來 DPM拿下來也是這樣 這一支拔下來 你看 這就是散熱膏已經硬化了 這樣就拔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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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 它的差異 大致看是一樣 一個是 550 一個是 240 它金手指 你看叫金色的 其實這裡有一個符號 所以金色就朝這邊 裝上去 應該有防呆 其他 我剛才試裝是裝不下去 裝下去 把它鎖起來 就這樣 CPU就先裝好了 後面有一個背板 朝這樣 放進去 放進去 來 CPU鎖上就可以了 正面鎖上就OK了 我們在鎖 就四個螺絲 平均鎖緊 再轉兩圈 對角 對角慢慢鎖 那這裡也鎖 對角 就平均都鎖 鎖上 我第一次開機 記得要進入BIOS 進入BIOS期 按DEL 一直按 它就會進去了 就是重新開機 按這個DEL 好 進去了 這 這裡 CPU的 CPU的功能 就是這個 CPU的機品 大多都受自動 不然 它會抓 抓以前 舊的 要注意的就是BIOS 你看 我更新了 以這個 主機板 V450 最新的版本 是F63A 這個版本 就能抓到 這個R5 5000系列的CPU 要是你沒有更新 BIOS沒有更新 會開不了機 好 這點大家要注意 因為 用 舊的主機板 升級 新的CPU 可能就會有 這個問題發生 好 這個 其他 像我機體 我其實都沒有在超頻 就 都用 自動就可以了 好 我們離開 Windows 因為我這是Windows 11 64位元的版本 進入後 一定要先按 更新 不然 它 抓不到最新的 CPU 的資訊 更新完 大致就 都正常了 這點大家要記得 現在我在測試 CPU 更新前 更新後的效能 差異 好 這支程式 偵測完 大致 分數是這樣 但 主要不是讓 讓大家看 它的 數據 主要是 跑測試看 有沒有當機 要是沒有當機 CPU 大致就升級完成了 它 升級的步驟就是這樣而已 很簡單 好 它影片就拍到這邊 喜歡就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 掰掰 好像喔 謝謝